再来看的是另一个话题就是黄小鸭到基隆却爆出了风风雨雨 因为黄色小鸭的设计师霍夫曼对这次的基隆之旅很火大 还批让小鸭这个旋转根本就像是马戏团还有其他的商品也设计侵权 今天基隆策展团队的负责人范可卿说自己被威胁 也反驳是对方在台湾没有注册小鸭商标 象征快乐和平的黄色小鸭游到基隆却是一搏三折 看到黄色小鸭在基隆花招百出让霍夫曼超火大 还让原本策展人范可卿被迫请辞 范可卿非常不满大声含冤 对于霍夫曼指责范可卿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贩卖印有黄色小鸭的相关商品 甚至觉得黄色小鸭会旋转活像式马戏团 范可卿也强力反击 所谓的黄色小鸭的商标 发现在台湾有超过50个商标登记 跟黄色小鸭有关系的合法登记 而这50个当中没有一个是霍夫曼先生所申请的 收了权利金却又回头指责霍夫曼批评 记录了小鸭太过商业化 范可卿气的说霍夫曼根本就是收钱不做事 光在台湾就卖了三个城市的权利金 难道这就不是商业化吗 黄色小鸭是属于人类共同的资产 在台湾已经有超过50家的商标 登记了黄色小鸭的相关的设计商标 而霍夫曼先生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商标的登记 基隆的黄色小鸭才刚开幕第二天 就爆出如此大的风波 会不会影响基隆的观光人潮 还有待观察 刚刚是范可卿的说法 但是这场记者会恐怕是连主办的发起人 也就是基隆市议长黄景泰也不挺范可卿 因为他下午说对霍夫曼很抱歉 也一定会尊重原创 唯一有官方授权的就是霍夫曼生产的 一万三千只黄色小鸭 还说所有的错误他会一肩承担 这是官方的说法